负责保护国会山的议会保护局的一名员工被检测出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 据Global News获得的一封发给参议院全体员工的人力资源电子邮件显示 该人于9月10日通知PPS他们的新冠肺炎检测呈阳性 这封电子邮件显示 这名男子于8月31日和9月31日在维多利亚大厦主层工作 并在第二天开始感觉到症状 9月9日这名员工接受了呼吸道病毒检测 然而在9月1日此人参加了工作并参观了一些地点 包括车辆检查 设施 男子更衣室 电梯 休息室和访客欢迎中心 根据这封电子邮件显示 参议院在9月9日之前对情况并不知情 电子邮件称参议院和参议院工作人员与感染者没有任何直接接触 渥太华公共部门则说 他们通过追踪已经确认了19人与该人有过接触 电子邮件称 渥太华公共卫生表示 这19人的接触风险很低 并且他们都已收到通知 同时 安省学校正在分阶段重新开学 所有学校将在2020年9月21日之前开学 今天安省学校确诊情况公布 安省学校已经累计出现41例新冠感染 当日新增14例 其中学生15例 雇员18例 另有8人没有确定身份 此外 列治文山一家麦当劳店被迫关闭 因为两名员工可能感染了新冠病毒 据报道 位于在列治文山420号 Hairway 7 East和Valiment Drive附近的麦当劳店 发生了两个可能的COVID-19病例 周二关闭进行深度清洁 麦当劳公司发言人在周三的一份声明中称 所有可能已经与疑似感染员工 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员都被要求进行自我隔离 直到获得进一步的信息为止 任何在9月9号至11号之间到过这家餐厅的顾客 都应遵循公共健康建议 其中包括自我监测症状 该公司表示 此店已经关闭 已由经过认证的第三方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毒 这不是麦当劳店第一次关闭 上个月出于同样的原因 大多区另外一家也关闭过